不少高中职的青少年对于课业还有学习是没兴趣的 所以三天如果无故没有到学校来上课 就会被列为是中离生 台中市议员周永宏表示 从106年到109年都有超过千名的中离生 而根据统计这其中超过了七成都没有复学 也没有就业 就担心会成为未来的高风险家庭 青春年华的高中职青少年应该是在校学习的阶段 但台中市议员周永宏在市议会业务咨询中提出相关数据 从106年到109年度 每年都有上千名的学生离开校园成为中离生 1670人 107年学年度是1503人 108学年度是1298人 109学年度是1155人 110年你刚刚说到目前为止437人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少子化的社会 理论上学生数是越来越少 但是你看我们的中错生的数字 它的变化其实没有很大 高中职学生只要无故未到校 超过三天就会被通报为中离生 明代提出数据指出少子化的状况下 中离生的人数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而110年度还不到三个月 中离生就将近500位 而他们返校复学的几率不到一半 就业又经常碰壁 失学又失业 这群青少年游手好闲下 人生道路一不小心就走偏了 未来很有可能成为高风险家庭 我们的复学率我这边算出来大概是45% 换句话说有五成五的中离生 是离开学校就没有再回来复学了 我们全台中全台的中离生 离校只有23%找到工作 换句话说简单讲 离校的中离生只有两成真的是去工作的 就是进行辅导 那我们最近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我们的复学率最近还不错 可能到达加级九成这样子 台中市府强调会跨局处一起努力 加强中离生的复学辅导 及转介就业 陪伴15岁以上的学生 都能适性发展